所謂的巴西初音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呢? 為何能精準戳中廣大網友的XP系統 又為何有畫師因為巴西初音封筆不化了呢? 不喜歡的人到底在不喜歡什麼? 大家好我是肥仔 今天要帶大家了解的就是近期非常有名 擴散速度堪比火箭發射的巴西初音 熱潮最早由作為畫師的提文開始 作為畫師筆下的初音變成了穿著拖鞋、手拿飲料 還有一身健康小麥色肌膚的樣子 手上的飲料是巴西的國民飲料瓜拉娜 據說味道有點像是蘋果西達 因為形象真的很有巴西風味 加上小麥色的肌膚跟曬痕這兩大特點 對某些人來說使用度滿分 巴西初音的朱引擎點燃的同時 就已經直衝到半人馬座的南門2了 在人氣爆衝的同時 更多畫師也推出了自己的巴西初音 這些巴西初音在保留了核色和曬痕的同時 又幫初音做了全新的戰術升級 主要體現於初音的正面裝甲帶 眼看巴西要素的火燒片全網 其他畫師嘗試加入不同地方的特色 打造出更多的限定版本初音 舉凡你想得到的地方 到一些你不太常聽到的地方 初音都能很好的被加上帶有辨識度的特徵 像這個就是魁北克初音 因為只要加上特徵就能變成全新品種的特性 初音和遊戲作品的相性也不錯 像是可能會神機錯亂的夜城初音 喜歡散播管理室民主的超級地球初音 傳說的傭兵初音等等 其他隱私作品的初音 甚至不當人類的案例 光是一一列舉出來 都能讓這支影片變成紀錄片的長度 大型紀錄片 巴西初音持續為您上演 在眾多加入狂歡的畫師裡面 當然也就包含了本次事件的主角 作為畫師 這是他筆下的版本 投身比例稍微長一點 作為畫師 此前還推出過被稱作兔子中的MV 其他創作大部分也跟V加有相關 算是V加的珍愛畫師了 至於作為畫師為什麼被攻擊 反對的聲音主要分成兩個派別 首先第一個 初音的角色設定是17歲 這就觸發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經 可以類比成Iwin事件的現實復刻 之前鬼滅的彌豆子也有遇過類似的狀況 這個派系認為二創雖然能自由發揮 但不應該讓他有預舉的行為 初音推出到現在已經超越十幾年 這十幾年間從來不缺這樣的創作 就很奇怪 其他畫師都好好的 甚至原本的畫師也跟大家相安無事 為什麼只有這個畫師被攻擊 可能因為巴西初音真的紅出小圈圈了 以前沒看過相關創作的人被演算法推送 剛好促成了這次的災難 想必大家都見識過正確支持者的能耐了對吧 我們或許低過了正確在目前歐美社會的嚴重程度 正確對亞洲的影響 目前就是遊戲裡面多了幾個大家不喜歡的角色 或是在影視作品裡面殺進很多富含教育意義 但在娛樂層面來說是毀滅性無聊的劇情 隨時我們不主動去接觸的話 多少還能想辦法避開 在歐美社會正確已經變成聖誕老人 會愛家愛戶爬煙囪的程度 出征不是新聞 不出征才是新聞 再來就是這個畫室的圖比起原版 確實多了更多的暗示 就變成了正確團體攻擊的標靶 另一種反對的派別也認為 初音跟這個方向的創作不合 但他的理由比較特別 更像是出於愛護這個角色的立場 有人將他們稱呼為基本教育派 這個心態有點像是說 當你真的很喜歡某個角色 他的本質你反而會用不起來 比起前面說的那個派別 這個派別的理由相對來說 更好理解跟接受啦 舉個簡單的例子 像是範圍系作品 如果裡面的角色像這次的初音一樣 被戰術性加強 經過19道不同的手術 轉換成半人半神的星際戰士 想必也是會有粉絲感到心情複雜吧 當一個東西紅了之後 確實會吸引到一些不懂又愛裝懂的人 進一步搞臭社群的和諧 這個派別的行為有點像是為了避免出現這個現象 像是在B站那邊就有發生過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賽馬娘裡的東海帝王 因為很喜歡喝蜂蜜 心情好的時候會唱一首有關蜂蜜的歌 這首歌後來在抖音等等的短視頻而平台擴散 還推出了多種不同會音的版本 用來搭配寵物 特別是貓咪相關的內容 因為蜂蜜的發音很像中文的哈基米 後來就出現了用哈基米指稱貓咪的現象 即便有些B站使用者意識到事情不太對勁 嘗試跟大家科普哈基米原本的意思 但抖音短片的傳播速度可比B站上幾個使用者的流言還快 導致他們碰了一鼻子的灰 後續這個作者張貼了公告 表示自己的作品本身就是帶有一點惡搞 或是令人無法接受的要素存在 沒想到網路的傳播速度這麼快 不小心被推送到不能接受的人那邊 之前已經上傳的作品會予以保留 但以後不會再推出再有暗示的作品 未來會繼續將初音作為創作的主軸 事實上 公告上傳了幾天之後 畫師就畫了這張初音被雜派的作品 有人說這是暗示了這次巴西初音的事件 初音其實就是畫師 派代表的是網路上的攻擊 當然這也只是藍色窗簾啦 沒有任何有利的相關根據 大家聽一聽笑一笑就可以了 就跟衣部透過不同的石頭 可以進化成水衣部火衣部一樣 初音在巴西形態之前就有很多不同的變體 或者該叫做牙種 在龐納且龍蛇混雜 蛇鼠異窩的牙種家族裡 沒那麼讓人掉散 且有獲得官方承認的 主要有春初音、雪初音這兩位 雪初音首次登場於雜晃冰雪節 從2010年開始就不斷的有觀光推廣合作 2017年被選為亞洲冬季運動會的形象大使 北海道的新千歲機場裡面 還有一家雪初音的專門店 裡面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因為機場是各地旅客第一個接觸的地方 所以也有國門的稱呼 地位不可謂不重要 能在機場裡面搞一個專屬的區域 除了證明初音的人氣不僅僅限於網路討論 這同時也是日本政府為了宣傳文化軟實力的策略之一 自從經歷過泡沫實習之後 開始仍將日本稱作衰退的先進國 對日本的未來 特別是經濟這塊 整體持悲觀態度 從2000年代初開始 動漫產業帶來的收入逐漸變得不可忽視 以此為根基 開始有了所謂的酷日本政策 希望能以文創的方式來振興日本整體經濟 即便有不少人產生質疑 動漫畫真的有辦法帶來這麼龐大的商機嗎 魔法上的小圓曾經創造了小圓經濟圈 作為Love Life Sunshine舞台的早晶室 透過設計選理的方式賺進51日元左右的收入 更不要提之前鬼滅之刃造成的風潮了 所以客觀來看 酷日本是有效果的啦 除了季節初音之外還有賽車初音 賽車初音是GSR車隊的形象角色 從2010年開始每年都會公開真稿 全出專屬於該年度賽事的賽車初音 許多知名畫師都有參加過設計 像是鼎鼎大名的Tony老師 負責的是2017年的版本 生氣光老師負責的是18年的設計 生氣光老師的代表作 有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 一查之後才發現 生氣光老師不只會畫畫 同時對音樂也是略有一點研究 用過HSP的名義發表過V加歌曲 最新的2010年版本則是Mokumo老師 也負責過水星魔女的角色原案 提到水星魔女就勾起了我一些不太好的回憶 因為比賽的場地有包含泰國 所以賽車初音會配合當地特色 可以說是在巴西初音出現之前就有的褐色初音 那麼說到會讓人陷入瘋狂的初音啞種 我們有光是看立繪就會讓人感到不安的海鷹 老實說有點擔心因為這個圖被黃標 小玉的弟弟尊好像很喜歡的樣子 還有用雙馬尾直立步行的腿鷹 這玩意居然有獲得官方承認 最後是聲勢非常悲劇的Mikudaiyo 跟海鷹不同 這隻並不是一開始就瞄準獵奇市場 SEGA為了宣傳3DS上的初音遊戲新作和黏土人的製作商GSC合作 推出了黏土人造型的巨型布偶裝 在電玩展中幫遊戲站台 但因為那張臉看起來明明在笑 兩隻眼睛卻沒有對焦 變成一種皮笑肉不笑的感覺 而且他沒有脖子嚇壞了在場的小朋友們 於是Mikudaiyo出道極巔峰 別人需要花10年乃至20年得到的討論度 他只花了一天就成功登頂 事後當然被GSC成功商品化 推出了20公分高的巨型黏土人 到底是誰? 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把這麼一個玩意兒買回家放在房間裡面 實際的銷量雖然不得而知 我想會願意掏錢的應該都是很有愛的勇者們吧 季節初音們也有這個臉的版本 越看越覺得這張臉真的很邪門 以上就是初音與他的雅種家族們 從雅種的夫婦程度我們可以得知 初音對於二次創作的包容程度極高 也正是因為這種包山包海 偶爾包點混沌的特性 讓初音搶佔了動漫界的話語霸權 至少說是掌握過好一陣子啦 相關畫師會整理在影片留言區 喜歡影片的話再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也可以用超級感謝功能小而贊助我的頻道 下收看我是肥宅下次見 我要按讚 記得把故事酵膀 字幕如今